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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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敏感高科技产业会否加税 这些是没完没了的 所以我昨天的影片也说了 虽然取消关税 但是似乎 美国的态度似乎是打压相关的 中国的货品为主 对于他们有利的 例如影响纹身的日用品 可能取消 敏感产业仍然非但不会剔彩 可能会加多些税 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对港股来说 少少忠誓 因为说了这么久 似乎未必对港股构成很大的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 反而我们也在留意 美国那边加了几折税 其实经济数字 无论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或者是PMI 这些全部都差的 现在都引发到 去到欧洲、德国市场 其实经济表现都很差 也看到欧盟说会加息 加0.25 这种种 其实全球 特别是欧美市场 都在开始加息的情况 对股市不是太利好 而来看看指数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 今天是高开 22,050 然后现在回落 都是在这里浮沉 都是维持 我昨天说 维持原判 港股来说 有小幅度回吐 也有机会大 22,222 暂时是目标位 再上也不多 下线来说 有机会试21,700 不住是21,400 接下来到21,000 接下来到21,000 一级一级下 那 成交今天就多了一些 去到712亿 现在去到11.48分 去到712亿 多了一些 那 主要来说 你看到科技股 做得好一些 那里面 包括了 腾讯 阿里巴巴 百度 有好机析股份 那我们看回 在这些科技指数之前 想说一说 一只新股招股 就是9696 天齐里业 9696天齐里业 就是 在 刚刚回归前 开始招股 6月30日 去到7月6日 就招股 那 它的招股价是69到82元 就是6日式的 如果你借孖展抽 就是6日式的 而 它本身的 A股市场的股价 就 天齐里业 就是002466 是在做144.4 那 如果用招股价 算 就 上限算 他算人民币 也折扬了四成 折扬了四成 那 他用82元 港元招股 是不是 那 那 就折扬了差不多 52% 52% 就是 不止四成 52% 上限算 那 而 同样地 江峰里业 1772 它的A股 002460 就 109.36 在A股那边 那 現在 港股是83.95 那 它的折扬相對 是小很多 就是 只有三成 那 所以呢 就 單從那個折扬架計 來講 天齐里业 上市都會有一定的上升空間 就算用最高价定 那 所以 有大約15%到20%的上升空間 那 而 集資額呢 這一隻股票也算多些 那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 都可以建議大家去抽 為什麼呢 它呢 一方面是摩根斯丹尼寶箭 而 它擁有 硬硬的 岩鋁礦 在澳洲那邊 就是世界最大的 占全球產量38% 擁有那裡的開採權 和鹽水里的生產商 鹽湖里的生產商 這方面來講 就在南美洲都有很多的 這些 它間接擁有SQM 那 這種就令到它在這個鋰礦的生產那裡 全球排行三大之內 而它在電池的鋰酸鋰的供應那裡 全球的生產是排行第二 在氫氧化鋰那裡 它也十大 主要是針對電動車 和儲能方面的業務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它有 因為現在鋰 你的價格當然升了很多 未來會不會回順呢 會不會帶來多些競爭呢 都會有 但是 就估計 這是一個 未來的主要的一個需求 在電動車那裡 那這方面來講 就不止電動車的 還有很多 很多的 關於這個 相關的電池使用那裡 就有很多的 所以 你的價格 雖然就升了很多 但是 未來 它大幅度回落的機會 是小的 都會站定這些位置 還有 他們 很早之前 已經是 並購回來的 很多這些產業 在很低迷的時間 已經並購回來 所以 其實他們的 並購成本很低的 開採成本那邊 都是 隨行就市 所以這方面來講 就有一定的直播率 這次的IPO 大概是1.62億股 其中10% 就是拿來做IPO 這次的招股集資 估計來講 就有空間 在這裏 7月6日 就截止 如果做孖展那些 今天還可以趕得及 我建議你可以用少少孖展抽 雖然不要太大 用少少孖展抽 因為它一定是直播率 因為你的生產商 在現時來說 市場上的選擇性不多 它的基石 投資者都多 所以 值得去留意 另外再講 科技股 9988 今天是116.2 它也是在我之前講過的通道位 113到118 在這裏上落 如果突破到118 可以守得住 成交這裏不是很大的 我相信仍然在這裏集結 如果有貨的朋友 可以減少少 讓它跌穩定一點 如果它可以在111元左右 那些位置 那你又可以再加上買 再加上買一些 而另外快手 它現在也是在通道位裏面 通道位就是 大概是 通道位大概在85 到89.5 現在是88.8 按90元這些位置 暫時有些壓力 有貨的朋友可以減少少 但是減少少之後 再看回貨體長一點 我相信它 假以時日 都會繼續試高一點 去到100元的水平 100元破了之後 會更加多一點 當然現在還不是的 要一點時間 再看回貨體長一點 百度是強勢 下個位是158元的 今天最煲155元 如果下回貨體長 去到148元就可以考慮 那 衛時佳傑 都是在6元浮沉 這些要少時間 給點時間 看看 再看 而另外 6680 金力泳池 今天衝過去近32元 我建議有貨朋友 之前有些蟹貨買了 高追了 不妨都應該慢慢走一些 減少一些倉 雖然它的業績很好 公布出來的業績非常好 對它有幫助 但是我覺得可以減少一些 控制風險 如果下回貨體長 如果再去到27.5元 你才會考慮再買入 沽少少貨 留一點貨 如果下回貨體長 又可以買回貨 這是一個方法 進可供稅 退可收 有些朋友問上課程 8月2日星期二 就開第一課了 即下個月 爭取時間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參加 實體也可以 Zoom也可以 Zoom可以網上 給海外的朋友 例如國內 或者新加坡 澳洲 甚至加拿大 其他地方都可以參加 Zoom 經過電腦做 都很方便 為什麼用星期二 有些朋友 可能星期二未必有空 但是盡量抽時間 因為星期二是經過統計 大家都是星期二 多些朋友會有空 所以過去開班 都是以星期二為目標區 如果不行的話 看看可不可以移動時間 對你很有用 尤其是現在市場 開始慢慢好 又好不完 那怎麼做呢 要懂得如何看趨勢 之前幾班同學都做得很好 好 說回1799 有朋友買了 今天最高27.7 新特能源 還有協欣科技 都是好 協欣沒有升得那麼多 1799 升得多些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股值低 現在就算升到現在的水平 都是4倍PE 息率還有7厘息 所謂新特能源又怎麼辦呢 可能大家買了 怕賺不到 怕賺得少 如果貨多的 就走近一點 走近一點 走近三分之一 拿回平均價 坐近一點 看看它的趨勢 小時圖 你看到一路向上 只要它不跌穿26元 一路向上 不跌穿26元 就繼續再長一點 貨多的就走近一點 剩下三分之一 我相信它不會跌太多 這個是新特能源 1799 300有貨 都是那一句 又是看著趨勢 還有不止的 跟新能源有關的 例如600481 跟太陽能有關 之前的 是推薦過的 不是每個人買得到 因為現在它沒有進入 港股通 之前是有的 這是商量哲能 商量哲能 就是 它是18.5元 比我之前說的 16.5元 就升了2.5元 升了10幾個巴仙 它的業績公佈得很好 半年順利 就發出營起 增長是212%到281% 增長了兩倍多 所以有貨的朋友 之前有的 就繼續持續 600481 是不錯的股票 另外有一隻 你們可能也買不到 但是內地的朋友 有戶口A股可以買到的 就是美唱股份 300861 就是科創版的 300861 美唱股份 這隻都是 和太陽能有關的 和多晶龜片有關的 它是切割的技術 都做得很出色的 另外就是 有460 之前提及過四環弱頁 繼續做好的 你看到圖很漂亮 一直爬上去 有貨品也拿著 400人就很低 不需要擔心 它通道位在哪裏呢 大概是過四人錢 去到過四人才 如果貨太多 就減低一點 其他剩下的 再繼續拿著 你看到趨勢很漂亮 根本就不用擔心 除非趨勢線跌穿 趨勢線 那條短期的生命線 就已經 升穿第二條短期的平均線 生命線是一個二毫半 不要穿一個二毫半 那就穿一個二毫半 才考慮減次 如果生命線再升上去 通道位之上 那就大好 有機會的 另外呢 就是257 257 就是四個奴儀 在這裡橫行的 有貨品也給點耐性 都是不錯的 那麼 水泥股呢 中國建財就上來了 見過低位之後 除完息之後 就跌了一輪 接著升上來 現在去到通道位了 有貨品也可以走一轉 另外呢 就是 汽車股呢 今天有些回信 比亞迪呢 就跌了3.2 雖然呢 汽車股呢 你看到呢 就理想呢 就 都昨天 入了6億多的錢 那 那 吉利就 會回套的 北水出了2億8千萬的錢 但是都是那句 吉利去到那些 蟹貨區的了 那我叫大家走了 那 如果要買吉利 讓他回多一點 那 暫時來說呢 就可能要 去回16元左右的位置 才考慮 吉利 那 至於 是 理想呢 理想就 在160元有壓力了 那 我目標位是150元 現在是153.680 那 看看他可不可以 下回140元 才考慮 那 畢竟他都 雖然做得很好 但是呢 他有機會今年就 盈利了 但是呢 都是 有些炒過籠 比亞迪呢 又是 百幾倍的市盈率 來到這些位置 就沒有什麼力 今天又跌了一些 所以 大家留意著 那 有貨應該減少少的 比亞迪 拿回靈平均 但是 如果減少少之後 拿回靈平均價呢 如果他 298元都跌穿呢 那 你要 真的要 走回三分二的貨 為什麼呢 298元都跌穿呢 因為那裏 成交量很大的 上次我在直播那裏 用彭博 送大家看過的 成交密集區 在299元那裏 那 如果298元都跌破 就變成了 蟹貨區 挺大的 那裏壓力會很大 大家留意著 那 電動車呢 2845呢 都一樣 又可以慢慢走一轉 因為已經升了不少 那 那 那 餐飲股就繼續搜一搜 那 餐飲股都是上落的 暫時來說 沒什麼太大的 變化 那 啤酒股也有少少回套 那 整體來說 暫時的市場是這樣的 那 還沒有什麼很大的起息 那 6996呢 你就繼續拿著去 拿來補回上面的 那個 如果跌下來的 一個下跌的風險 那 因為你始終都在低位 拿了一些貨 那 那 今天呢 就講到這裏 今天大家留意一下 那隻 天池里燕 都是不錯的股份來的 那 遲些有新股 又再給大家更新 多謝大家收看 那 記得 喜歡的朋友呢 多點介紹給你的朋友圈 叫他們訂閱 訂閱免費的 還有 按鐘鐘 按全部 有新片會告訴大家 還有記得按LIKE 有時間就參加課程 8月2日開班的 那 對你終身受用的 不要錯過 多謝你 拜拜 加油 靜 Wai 現在 又是 可不可以 正常